大师 你特意来拆我的台是不是 这些孩子是属于史莱克的 难道在史莱克 我们就不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吗 大师 您刚才说的意思是 秦老师 如果我记得不错 一年后的那场盛会 天斗皇家学院 应该有两个参赛名额吧 我可以让这些孩子 代表天斗皇家学院 去参加那场盛会 不 我不同意 孩子们是属于史莱克的大师 你不要忘了 史莱克是我这二十年来 全部的心趣 弗兰德 我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能解决 那么孩子们去不去天斗 都无所谓 首先 你能提供给孩子们 拟泰修炼环境吗 其次 你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年后 参加全大陆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的资格吗 最后一个问题 你建立史莱克学院的意义 让出魂师界的天才 我的这个选择 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让他们走得更加顺畅 而且 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 让这些孩子们加入天斗皇家学院 我有一个条件 学院必须要接纳 现在史莱克学院的所有教师 并且让我们来亲自教育这些孩子 天斗皇家学院不得干扰 可是 史莱克学院是弗兰德院长的心血结晶 恐怕 行了 照小刚说的做吧 小刚说的对 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骄傲 一切都应该为了孩子们好 史莱克现在的老师们 也能够有个养老的地方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们继续商量吧 小刚和乌吉全权代表我 这 弗兰德虽然执着一些 但并非不明理之人 我相信他能想明白的 老师 您别难过了 我并不是难过 只是多少有些失落而已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 不用劝我 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老师 其实这只是戒机生蛋 坦白说 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会郁闷 戒机生蛋 是啊 不就是戒机生蛋吗 借用那什么皇家学院的设施 帮助我们训练 而我们帮他们出战 也就相当于支付点费用罢了 戒机生蛋 一个戒机生蛋 看来我真是太执着了 早一点晚一点又能如何 史莱克终究会结束 但曾经留下的一切 却永远也无法改变 小刚 谢谢你帮我为史莱克 画上这个句号 你说这个 终于回来了 两个月后 你们就会前往天窦皇家学院 这两个月内 我不会给你们开始第三阶段的试炼 但有两个要求 首先 处理好自己的问题 其次 将这一个月以来 斗魂得到的实战经验 充分消化吸收 并且集中精力 修炼魂力 孩子们都去休息吧 这段时间 你们也辛苦了 大家回去休息吧 好累啊 是啊 在锁托大斗魂场的时候不觉得 怎么一回来会感觉这么疲倦 这应该就是大师所说的疲劳期吧 是我 小三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找蓉蓉的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要去天窦皇家学院了 之前答应过蓉蓉 帮她的家族提供激化类案情 所以我想先和蓉蓉 确定一下这件事 三哥 虽然你的诸葛神怒前几天 已经每人各给了一个 但这件事 只有我爸爸才能做主 这样吧 我向弗兰德院长请假回家一趟 其实 我家就在天窦皇城不远的七宝城 之后 我从家里直接到天窦皇家学院 去找你们就是了 这样的话 不如等我们到了天窦皇家学院后再说吧 这就更好了 正好这段时间也不用再训练了 也能好好玩玩 小五 你说我们去哪里玩好呢 三哥 你要不要一起去 不了 我还有不少事要做 你们去吧 注意安全 看完了魂力不足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 提前预知剧情 还有剧中看不到的壁纸福利 让你魂力满满 快来探秘斗罗大陆 我等你哦 我等你去哪里玩 我这一样的大陆 我这一样的大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